虽然乌云密布 但终能波云见彩虹 是的 这句话说的就是目前的华为 就在去年11月份 华为正式成立了 煤炭 智慧公路 海关港口 智能光辅和输出中心 这五个大的军团 与原有的三大BGR等级相同 同时具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 独立性 就在前段时间 华为又进一步的明确了方向 又相继成立了显示核心 互动媒体 运动健康 园区网络等等 等十几个大的预备军团 军团模式的探索 被认为是华为在当前环境下 做出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调整 和面向深水区的一个结构的变革 当然 这次华为的处理也相当的低调 我看一下关于新成立的十个预备军团 华为甚至没有召开相关的公开的会议 甚至我看到知乎上 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 华为军团是干什么的 什么是军团模式 那么今天 作为旁观者 我们就来聊聊 华为成立军团的意义是什么 具体的目标是什么 在未来又会面对哪些实际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讨论一下 Betalk 我们把副导星表清白 首先 华为成立军团的意义是什么 我个人认为 华为成立军团的意义很明确 目标也很简单 那就是充分调动华为老兵的战术价值和积极性 让他们去带领新兵弹子 下场去寻找新的机会 从华为这两年的一个年报也能看出 在2022年 如果没有美国制裁 华为的既定目标 营业额大概是在1500亿美元 而20年实际的营业额大概是在1250亿美元左右 2021年华为是希望能够扛住基本盘的 而实际营业额实际上下降到了大概1000亿美元左右 我看一下最新数据 目前华为在消费电子领域 手机和平板的业务 出货量大概是在第六位 智能穿戴上目前已经跌到第三位 而其他的智能音响 电视 个人PC 包括智能家居 我前提前还去了佛山最大的智能家居城 还专嘛就看一下市场 这么说吧 除了手机 其他的业务线 基本上都是在一个贴身肉搏的状态 残酷的真实的情况就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华为在单有4G芯片的情况下 是很难稳住华为手机这个基本盘的 去辐射更大面的其他业务 而新的消费市场 其实大家供应链其实差不多的 和友上做不出本质上的一个差异化 去攫取利润空间也是比较有限的 从这个途中也能够看出 在终端消费领域 已经完成了活下去的目标 未来还想期许更多 短信量真实情况就是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同时我们要意识到 华为它不是一家小企业 也不是一家燕塘的企业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 它已经发展成为了一个非常庞大的组织 内部山头林立 而各个山头有各自的司令 军长团长 有陆军 有空军 也有战略导弹部队 里面不发很多能人 不发很多干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如何去充分地调动内部的积极性 去解除束缚 去寻求新的正仗点 是当下的一个重重之重 是罗者司马拉出来直接开干 战略性地跳过早期的筹备的调研的阶段 拉开阵仗 多点出击 主动出击 打7000辆 背靠背地去贴市场 拳头对拳头地去深入一线战场 这就是目前华为的选择 华为的军团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外部压力和内部博弈 共同驱动的结果 我们理解了军团模式的一些动因和思路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思考一下 一起来辩证地头脑风暴一下 军团模式在目前又会存在哪些现实的问题呢 我只能想到首先第一点 我们回看过去 华为作为一家技术型的企业 从1988年在初期为香港用户代理交换机起家 94年CSNC8交换机的正式亮相 97年Kaiser推出GSM的产品 05年06年华为的GSM产品Kaiser正式走向海外 到三级时代的积累 四级时代的反击 五级时代的爆发 15年华为正式干掉了爱立信 正式成为了通讯设备商的头把交易 12年虞成东回国开始发力消费终端领域 13年正式推出了SNMate 1 2016年华为手机干掉了MioV 正式登顶国内第一 2022年第二季度 华为手机正式超越三星 正式登顶全球第一 我们可以看到 这怎样一个过程 华为的品牌打造 队伍的建设 业务的发展 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目标 和整个发展线路的 同时也有相当确定的一个竞争对手 不管是早期的贝尔 爱立信 小米 后来的三星 高通 包括苹果 在过去 华为的跨界很成功 但是 每进入一个行业 华为往往都不是冲锋者的角色 更多的是扮演着一种 搅局者 超越者的角色 而在军团作战模式下 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一点 未来所有的路 很多是没有人走过的 有些市场需求 是还没有被开发的处置地 实际上这里面 是有很本质上的一个角色的变化的 在过去 华为厉害的点 是其交付能力 做大网的经验 做产品技术的本事 说白了 是打磨本质工作的专精能力 而在未来 需要人才有进一步的探路能力 开荒的能力 从过去的被动的面对竞争 到未来的主动去寻找竞争 这里面的角色变化 我认为是目前第一大挑战 然后第二点 随着整个军团模式的探索了进一步深入 更多的资源的倾斜 必定会对现有的组织架构 带着必不可免的一个冲击 这里面会涉及到 巨大的权力和利益的重组 包括分配的问题 包括人员流动问题 有哪个比方 大家就能明白了 比如说 现在我们的东莞和中山市 很明显 以乡镇为单位的整个城市架构 已经非常大限度的限制了 整个东莞市的一个发展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 喊了多少遍的 区极化 区极化 东莞要区极化 但是真正又推动了多少呢 实际上 这里面涉及到太多的 镇长 局长 村长 这里面难度 可想而知 虽然目前华为 这里面涉及的经济力少很多 并且华为有很强的一个执行力 但是呢 下面是不是要真心地去执行 包括更加深入的一些流程的细节 包括探索一些深入改革的纲领 这些都是未来不可以模拟两可的 过去的大BG的模式 其实更类似于去打阵地战 而军团模式呢 更像是未来想要主动出击 必然会导致整个战项会拉长 会更考验后方的一个补给能力 包括对于整个资源的调动能力 对于领导思想的觉悟 要求会更高 对于项目经理的综合能力 要求会更高 包括未来整个考核的标准 都需要重新制定 等等等等 这都是未来华为所面临的第二大挑战 然后第三点 我们直面军团作战 所带来的一些战术弱点 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弱项是什么 我认为那就是回血业务会被弱化 或者说会变得更加不明确 这不是人力财力方面的弱化 而是重视程度上的弱化 我还是举个例子吧 这样大家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就拿英伟达和韩武器来做对比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他们可能不是在一个量级上的 不过韩武器的起点其实并不低 韩武器在2007年 发款了全球首款的云端AI芯片 成绩可谓是非常亮眼 包括现在第三代的整个思源370 其实韩武器它的实力都不弱 但是比起英伟达 我们还是非常羡慕的 比起英伟达五年翻了15倍 比起英伟达现在在AI领域的一个绝对的霸主地位 韩武器似乎看起来就有那么点差强忍意了 很多朋友可能会问 是不是因为黄教主太厉害了 认为是不是韩武器的前CTO的问题 其实我认为本质上都不是 这里面最根本的差距是什么 我认为是英伟达有他自己的回血业务 有他自己军民融合的一个上下兼容的根据地 可以去做底层 英伟达每年的研发投入占比 在目前全球所有的科技大厂里面都是非常高的 每年都接近30% 而英伟达目前有接近一半的营收 依然是来自于游戏显卡业务 甚至英伟达为了不研发 英伟达在去年还开发了毫无底线的矿卡业务 所以AI作为一个长线业务 需要全局在底层的布局 需要非常大规模的研发投入 对比英伟达每年几百亿美元的R&D 韩武器却连连因为亏损问题而困扰 这才是造成整个战斗力差距最根本的原因 所以华为这15大军权里面 我看了一下很多都是长线业务 和10年前的AI赛道很像 设计很多根技术 设计很多底层的一个铺装 未来如何在回血业务和长期赛道之间找一个平衡 这会是华为面临的第三项重大的挑战 看到这里的朋友是不是认为 我是不是在第四华为的军团磨煞 那当然不是 老观众都知道 我看的问题都是比较客观公正 有建设性的 那么接下来 我就提出一些我个人的建议 首先第一点 还是要确立 红系军团的一个主导地位 坚定把鸿蒙 做好 做大 做强 这个目标 绝对不能动摇 根本上来说 华为这15大军团非常需要一个共同的纽带 技术上的纽带 理念上的一个纽带 共同的一个愿景的纽带 把它给串起来 千万不要胡乱 大一堆的平台概念 大一堆的平台 这里一个平台 那里一个平台 技术708错 这个纽带作用 就点类似于战时的总参部 全面负责组织协调 统宣 而这里面 鸿蒙的发展在当下的作用 就显得非常重要 鸿蒙3.0要发布了 什么是万互联 它不只是消费终端的互联 更是汽车 港口 物流 媒体 运动 各种硬件 方方面面的互联 未来 要把大家捆绑在鸿蒙一条绳子上 然后第二点 讲法机制和权力分配 一定要明确 这15大军团里面 说白了 有些事情好做 有些事情比较难做 有些是风口 有些则需要等待 国产半导体的一个时间 比如说显示核心 数据中心网络 网络中心底盘 就需要一段的休闲时间 比如说港口 公路 光伏 就相对综合性强一点 更多是怎么练及的一个问题 之后 如何去协调大家的一个积极性 就不能按照 军团们单独的收益来计算了 当年华为 冲5G的时候 那个积极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可以去参考学习一下 然后第三点 军团多了 权力也就多了 事情也就多了 一定要避免内部的三头互掐 要避免内部的一个损耗 要放下历史包袱 把思想高度进行进一步的升为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么说吧 创造机会 创造财富 创造历史 总比在当下分现有蛋糕 要来得爽快的多 对吧 最后 这期视频可能理解起来有点难度 主要是要对整个华为的业务 比较了解 不过我的频道 也只是副业 从来不想靠流量赚钱 也不为了流量 一直希望探讨一些 比较有深度的内容 可能说出的话比较刺耳 但是都是发自我内心的真心化 也是有经过思考的一些内容 作为局外人 作为旁观者 也希望能够给大家一些 不一样的角度 和不一样的思考的看法 有些观点 它不一定准确 不一定正确 不过有些时候 客观的角度 反而是有它的意义和价值的 我们大家一起慢慢来 一起来关注华为的成长和动向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里面留言 说说你的想法 说说你的看法 任正非曾经说过 不要害怕网络舆论 也不用太在意网络舆论 用时间 用真实的和扩大的态度 去面对它 任正非这种态度 是一种多么超然的心态 哎呀 是的 拨开乌云 见彩虹 胜利就在眼前 我相信华为它能做到 我是老白 GoodHawk 我们把复杂师你买成明白 那么朋友们 我们下期再见